好 OK 讓軍局長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晚上這個記者會好不好 好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很抱歉 這麼晚來還到討大家 針對本轄 今天轄區 發生里長遭暴徒毆打一案 本分局在十個小時內 迅速查獲三名前判 逮捕到案 那針對暴力事件 本分局在這裡重申 警方絕對是抱持玲瓏忍的心態 嚴正執法 不讓這些暴力分子有生存的空間 那這個案子是今天早上八點十分左右 本分局接受到報案 立即派遣員警到達現場 到了現場發現里長遭兩名暴力分子毆打 那到達以後發現有一名已經 被民眾壓制在來 警方到達現場以後 我們也就立即遇逮捕 那另外一名嫌犯趁係逃逸 那警方第一時間也將里長送醫救治 所幸沒有大礙 那針對這個案子 本分局非常重視 所以立即結合刑警大隊 成立專案小組 也抱請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我想我們運用科技偵辦的方法 以及調閱監視器 很快的就把這三名嫌犯逮捕到案 那警方必須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我們對暴力犯罪絕對零容忍 那本分局也一定有決心有信心 能把本市的治安做好 讓民眾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那那個逮捕他這個嫌犯他漏網的時候 是在哪邊被那個制服的 我想第一位是在現場被我們當場逮捕 那另外一位逃禮現場的嫌犯 是經過我們科技的偵查方法 在我們轄區的中輪二路查獲到案 這當中在16點30分左右 我們也在轄區的王申明路 查獲另外一名接應的嫌犯 所以總共查獲三名嫌犯 那他就是這個嫌犯有沒有說 他為什麼糾紛而打這個里長 因為綠能除電有關嗎 嫌犯打完以後說 是因為朋友跟里長之間有糾紛 那依目前我們所偵訊了解的證據 並沒有跟女人有關係 那五萬塊 五萬塊他是說是 那個朋友提供給他的一個報酬 那我們警察有找到他那個朋友嗎 目前我們還在追跡中 那必須跟大家報告 針對犯案動機及其他共犯 我們會全力來偵辦 會深入徹底來清查 絕不讓任何一個嫌犯 可以逍遙法外 我們會抱持棄而不捨的精神 來偵辦 所以他那個大寮的友人 目前是在逃中 那是不是就是所謂的阿吉 不是 這個我們還在清查當中 所以是找不到人還是 我們已經確定嫌犯的 應該近期就會到案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有找到他的人嗎 還是說他人就不見了 我們已經在找他了 已經在找他了 確定已經確定身份 但是嫌犯沒有說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 要給他五萬塊來毆打 剛剛有提到是他朋友 因為跟里長之間的糾紛 但是針對這一些共訴 我覺得他是必重就輕 所以我們都保留 我們都待保留的態度 還是會徹底深入來做清查 所以具體是什麼糾紛問題 還不知道 我們還在清查當中